5月8号上午9时,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投票开始举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委员陆续来到设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主投票站, 以一人一票的方式进行无记名投票。 此次选举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进行的首次行政长官选举。 此次选举中,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为李家超, 其为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前司长。 每名选委可投支持票或不支持票。 投票时间持续至11时30分。 投票结束后,有点票站工作人员以手工进行点票。 点票结束后,选举主任宣布选举结果。 当天上午,中心社记者在香港会展中心外看到, 不少选举委员会委员陆续来到现场,有序入场投票。 我一定会踊跃去参与,也会履行我作为选委的责任, 去为我们香港市民选出一个可以为我们带来梁正善治的行政长官, 带来生气账。 留到最尾,然后一起来鼓掌,大家一起支持。 我觉得对香港来是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件事, 一定要用力支持,然后大家一起合作。 我作为代表界别的选委,一定会尽力去履行这个职责。 因为我觉得作为选委很重要的,就是为香港选出一个能够落实一个两制, 一个爱国爱港的特首。 所以都很希望,都很荣幸可以成为这个选委, 去选出这个新任的特首,去投下我神圣的一票。 由于疫情关系,为减少主投票站人流, 投票时间较过往选举延长30分钟。 香港特区选区管理委员会按照选区委员会的五个界别, 为选委划分了不同的建议投票时段前往主投票站投票。 有选委在收访时表示, 此次选举的整体安排较为合理, 将积极履行职责,踊跃参与投票。 我本人对这一次的选举, 不管是这一次或是上一次立法会选址的整个流程, 都非常满意。 因为主要是这段时间我们在疫情下, 不管是防控或者是其他的需求, 我觉得政府都安排得很有条例, 让一切都能这么顺利的进展。 我是作为一个香港人觉得很为荣的一件事情, 一定会支持着去投上我的神圣的一票, 确保香港选到一个好的特首。 作为一位基层社团的选委代表, 我是代表基层社团的妇女界别, 其实我身上都有很多我们基层妇女社团的一些基层社团, 他们对于深一届班子的, 在妇女政策方面的一些期望, 我都希望在这方面可以代表我们基层妇女团体, 可以帮到政府在未来的一些施政的实施的过程中, 可以出到一分力。 我觉得这一次的投票安排非常全面, 和所有的细节当中其实都考虑到的了, 在投票过程当中, 我相信每一个选委都是经过自己的思考, 投了自己的一票, 我看到是公平和公正的, 我相信在这一次的选举之后, 会为香港市民选出一位非常有能力, 有破例和有领导能力的爱国者来治理香港。